随着春节的临近 在河北石家庄和山西大同的年货市场里 摆满了和虎有关的年货 充满了过年的氛围 春节饰品成为市民争相购买的年货 在石家庄的南三条年货市场 各类年俗商品摆在了咸檐位置 其中老虎玩偶 老虎挂件等虎元素商品受到市民欢迎 买了一对这个老虎 因为今年本年买了一对这个中国节 还买了窗花 因为布置一下有过年的气氛 商户告诉记者 老虎造型的年货商品 占到了售出商品的六成左右 一天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卖个大几百个 多的时候一两千个 在大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对联 福字 窗花 灯笼等春节饰品 成为市场里的主角 市民们满载而归 为迎接虎年做好了准备 我们家有个叔虎的孙子 我们想挑副对两人的带有虎字的 要他虎虎声威 孩子是天天向上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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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